这幅名为《盼响锣鼓响》 I Dream of Chinatown Theatres的壁画 位于旧金山华步Grand Avenue 督板街1027号的新生戏院旧址门前 创作这幅壁画的艺术家邝楚莹 Vida Kwon是第二代移民 父母来自广东台山 邝楚莹说 她跟很多人打听华步以前的历史 知道新生以前是旧金山华步七个戏院之一 壁画展示的是一位婆婆和一名孩童 正在看广东乐剧表演 邝楚莹说当年作为戏院 这里也扮演着托儿所的角色 因为有很多家庭的小孩 会跟保姆或家人一起到这间戏院听戏 新生戏院就职已有一百多年历史 虽然现在已不再用作戏院 但内部的一些设计仍然保留着当年的面貌 今年因为出现新冠肺炎疫情 华步生意也遭受重创 中华文化中心与本地艺术团体 Project Activism 华步商人协会 中华总商会 华步访客中心共同合作 推出周末步行街项目 通过艺术支持华步重启经济 那是将来更多商务进入 Chinatown 确认 因为你会发生东西 这将会让 Chinatown 一个 destination 那是什么我们想 更多 than just 我们现在 但有什么更新的 更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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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仍然 我们的社区 但我们的社区 外的社区 我们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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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 我们的社区 在想象 我们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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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来 特别是艺术家 从地区 从社区 华步周末步行街活动 将一直持续到 9月20号结束 每逢周六和周日两天 华步都板街 从上午11点到下午5点 禁止车辆通行 以方便沿街商户做生意 二十乐台记者 梁秋玉报道